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于昨天闭幕,在此次航展上,中国和俄罗斯的互动还是很频繁,在11月8日,中国与俄罗斯签订采购合同,从俄罗斯进口20架安萨特直升机,和6架米1712A直升机,总价值78亿卢布,根据俄方信息,印度将订购同款安萨特直升机,那中国为何跟印度订购同款机型? 国产直升机又去脑了 中国中型直升机参展,此次采购的安萨特轻型多用途救援直升机,在重量1、3吨,使用两台加拿大土会公司发动机,最大航程635公里,航速285千米时,机动灵活,在2015年时,安萨特救援型出现,配备呼吸机等急救器材,此前传出印度将订购安萨特, 但犹豫不决,在中国采购安萨特以后,相信印度的订单很快就会飞来 安萨特直升机,米171A2是米17系列最新升级版,使用两台全全线数字控制VK2500波轴发动机,操控性能优异,数字导航系统将驾驶机组简化为两人,另外米171A2的高原性能优异。 俄罗斯已经将米171A2部署到北极和高原地区作战,性能经过实战检验,此次订购预计将在两年内完成交付,缓解中国通用直升机领域的压力。 米171A2直升机,根据俄罗斯消息,俄方计划在中国深圳建立直升机维修中心,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,在中国军民市场服役的俄罗斯直升机接近400架。 近年来为了防止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,俄方将很多设备加密,中国无法拆解研究,所以俄方提供上门维修服务,还能借此大赚一笔。 但这就说明,国产直升机想博取用户的青睐,还有一段路要走,图为HK5000巨无人机,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。 近日,据媒体报道,在珠海航展某海报封面上,中国又一款压箱敌武器震撼问世,这款武器就是HK5000巨建载无人机,看来中国终于不再隐藏这款大杀器了。 对此,五角大楼表示,仅看外形就令西方彻底害怕了,这款无人机具备非常神秘的用途,那就是将来能够当作航母的无人预警机使用,并且在反潜上也能发挥奇效。 看来这才是中国航母当之无愧的压箱敌武器,在此前,我国已经发展了许多无人机,但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呢? HK5000巨有著一个最明显的特征,就是其机翼是可折叠的,并且采用了双前轮以及粗壮的起落架,这些能代表什么呢? 这些都代表了这架无人机,极有可能就是一台建载无人机。 HK5000巨的造型也跟其他无人机不一样,它采用了长平直翼以及粒子双尾翼,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无人机的滑翔性能更加优秀以及有利于提高航程。 图为HK5000巨,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,据猜测,在起飞重量方面,HK5000巨大约为4000千克或6000千克,作战半径达到了2500公里。 喷气式的引擎也让它拥有了更快的速度,更强的突防能力,配合上2500公里的作战半径,对抗航母的能力将大大增强。 在武器配置方面,根据中船海空放出的图来看,HK5000巨7一下放挂载了两枚飞弹,根据外观来看,很有可能是鹰姬系列飞弹,至于是鹰姬几遍不得而知了。 图为辽宁号航母,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,对比美国同样是舰载无人机的MQ25,HK5000巨的性能并不算太出众,但是这款无人机有注重大意义并不是在性能上有多么多么强大,而是在另一方面,HK5000巨的起飞重量是4000千克,这么小的起飞重量,单靠滑越起飞是飞不起来的, 只有使用可控性高,适应范围广的电磁弹射,才能让它飞起来,那么它的出现,有可能正是代表了我国在电磁弹射方面取得了进步。 除此之外,这架无人机的设计单位是中船海空,这是一个跟性造航母有关的单位,HK5000巨的出现极有可能代表了我国下一代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。 我国海军装备日新月异,一切皆有可能,HK5000巨无人舰载机的出现,很可能就代表了电磁弹射技术的进步。 如果这架飞机上线,那么我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电磁弹射技术的国家,并且还是第二个在航母上弹射无人机的国家。 正当美国海军实行双航母群包围大国的新战略之时,五角大楼却收到5万海外美军的求救,因为他们已被亚洲一军式强国的2000枚飞弹瞄准。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,U-S9,最新报道,美军两艘部署在大国门外的航母中,一艘连北约最大规模三叉戟接演赴2018演习的越舰式都来不及参加,迅速掉头高速奔袭约5000公里。 紧急增援呼救的美军,不过,等待这艘都鲁门号航母打击群的不仅有那数千枚飞弹,还有另一大国的强大舰队。 据报道,北约29国和芬兰、瑞典共同参加的三叉戟接演赴2018演习于11月7日结束,然而参演31国联合舰队中的绝对主力,都鲁门号航母打击群,却早已不见踪影。 美军仅派出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替代了大型舰载机部署平台的位置,直到US9新闻网最新报道的出现,外界才发现杜鲁门号打击群已到离演习海域,约5000公里外的直布罗陀海峡附近。 非常巧合的是,在杜鲁门号逼近地中海,舰手指向中东地区之前几天,中东战区美军最高指挥官沃特尔刚公开表示非常需要一艘航母。 沃特尔领导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也正向五角大楼求援,要求为了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增加额外军事资源。 华盛顿邮报援引五角大楼消息人士报道称,美军情报显示,伊朗至少2000枚飞弹随时开机瞄准驻中东美军。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,伊朗这些飞弹射程从150公里到1500公里不等,精确度最高的误差仅有数米。 美军驻卡达、阿联、巴林、沙特、甚至是更远的叙利亚境内基地全部在伊朗飞弹的打击范围内,伊朗通过自行摸索和研发,为国产弹道飞弹、反舰飞弹、制导火箭等地对地精确打击武器安装了雷达、红外等高精度导引头。 在伊朗最近一发动的一次军事打击中,飞弹命中了距离驻叙利亚美军基地及5公里的目标,与之相对的是,五角大楼却在全面推行对抗大国的新安全战略。 驻中东美军不但被调走了大批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F-22隐身战斗机,还在长达8个月时间里没有一艘航母可用。 目前该地区仅有一艘搭载了几架F-35B隐身舰载机的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,作为海上反导主力的阿利伯克吉州斯顿驱逐舰,也只有1至2艘定期出现在波斯湾。 而在美国从11月5日开始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之后,美国中央司令部似乎明显感觉到了更大的军事压力。 因此,中央司令部司令,中东美军最高指挥官沃特尔不得不公开表示本战区急需航母。 美媒体报道称,美军在整个中东部署了约5万兵力,他们和驻扎的基地全部处于伊朗地对地飞弹的打击半径之内。 然而中东美军却没有足够的爱国者,反导系统和宙斯顿驱逐舰来执行拦截飞弹任务,以更好地保护自己。 结合这些近期动态来看,美军目前在欧洲、中东唯一部署的杜鲁门号航母突然改变任务流程,从俄罗斯加门外海域撤离,就变得可以理解了。 US9新闻网的报道显示,杜鲁门号航母提前大约四五天离开了三叉几节点赴2018演习任务区,然后只用了两三天时间就赶到了直布罗陀海峡。 从目前航向来看,杜鲁门号很快就会进入地中海,向中东地区离近。 在杜鲁门号航母到位后,美军将从海上对伊朗,甚至包括叙利亚,形成东西夹击之势。 其中杜鲁门号搭载了约五十架第四代舰载战斗机,波斯湾海域的埃塞克斯号则搭载了第五代F-35B隐身舰载机。 两大舰载机平台将为驻中东美军提供比以前强大的多的防空网络,不过相对埃塞克斯号攻击舰,杜鲁门号面对的压力将更大。 因为它不仅要在进攻上负责对伊朗施压,还要在防守上顶住俄罗斯海军地中海分舰队的压力,后者装备了万吨级飞弹巡洋舰,还可以随时召唤两万吨的击洛夫几何动力巡洋舰,攻击型和潜艇等海军战略性舰艇。 近日,加沙地区冲突再度升级。据以色列军队新闻处消息,已军记录到13日零点左右时,有多枚火箭从加沙地区内发射,向以色列市区方向袭来。 据称,来袭火箭共有10枚左右,但即使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及时开机拦截,也只拦截下火箭中的二发,算是拦截失败。 当晚,防空警报在以色列南部地区彻夜响起,爆炸区域腾起冲天火光。 由于加沙地区冲突升级,以色列总理不得不缩短附发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的行程。